诗篇第八十六篇 耶和华 求你留心听我 应允我 因为我是困苦贫穷的 求你保护我的性命 因为我是虔诚的人 我的神啊 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 主啊 求你恩待我 因为我终日向你呼求 主啊 求你使你的仆人心里欢喜 因为我的心仰望你 主啊 你是良善又乐意饶恕人的 向你呼求的 你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 耶和华 求你侧耳听我的祷告 留心听我的恳求 在我遭难的日子 我要求告你 因为你必应允我 主啊 在众神之中 没有能和你相比的 你的作为 也是无可比拟的 主啊 你所造的 万国都要来 在你面前下拜 他们必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是伟大的 并且行奇妙的事 只有你是神 耶和华 求你把你的道路指教我 使我行在你的真理中 专心敬畏你的名 主 我的神啊 我要满心称赞你 我要永远荣耀你的名 因为你向我大师慈爱 你救了我的命 免入阴间的深处 神啊 骄傲的人 起来攻击我 一群强暴的人 寻锁我的性命 他们不把你放在眼内 但是 主啊 你是有怜悯 有恩典的神 你不轻易发怒 并且有极大的慈爱和信实 求你转向我 恩待我 把你的能力赐给你的仆人 拯救你婢女的儿子 求你向我显出恩待我的记号 好使恨我的人看见了 就觉得羞愧 因为你耶和华帮助了我 安慰了我